一人林伯鴻前往非洲索馬利蘭 和當地兒童踢球畫畫玩遊戲 雖然環境客難 但他說孩子們強大的信念令他動容 在需要幫助之下 仍不忘夢想成為醫生幫助其他人 想到這裡林伯鴻哽咽難言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去非洲 然後其實大家可能對非洲很多不同的國家 都有一些想像 那其實真正的看到這些孩童 他們過的生活其實還是覺得很震撼 那也是因為疫情的這幾年 包含氣候變遷 戰爭 然後通膨等等的世界的轉變 其實會讓他們的生活更加的困難 那我覺得在這趟旅程當中 除了看到他們生活的困難之外 其實也看到很多世界展望會 為索馬利蘭做了很多的努力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很開心 一方面是有很多世界展望會的同工 就是同工是指世界展望會的人 對 那他們在這個地方努力 那比如說可以看到為當地帶來的一些建設 比如說水資源 對 水資源 然後灌溉的 然後漁獲 對 甚至一些專業技能的培養 對 然後還有我覺得看到這些當地的小朋友 因為我們帶來的一點點幫助 那可以帶給他們生命的希望 我其實都覺得非常感動 我覺得跟當地小朋友的互動是真的很難忘 對 尤其是我 其實到每一個地方 不管是做什麼活動 然後最後小朋友都說 那我們來踢足球吧 對 然後只要 只要 就是他們可能看到我啊 遠遠看都會有點害羞 但是只要我們拿出足球 他們就會哇 眼神變得很炙熱 對 然後我其實還想要另外講一個是 剛剛在影片裡面看到一個小男神 對 因為這個小男神很特別 就是他們可能唯一一個 少數啦 少數幾個英文比較好的小朋友 會主動跟我說話 他就說 嘿 take a picture for me 就是叫我幫他拍照這樣 然後我就說你的英文怎麼這麼好 他就說 因為我讀書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長大以後想做什麼 就是有的人會說我想要畫畫啊 我想要 醫生 剛剛有說想當醫生 然後我其實覺得非常非常感動 因為我自己知道 要當醫生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然後可能會很辛苦 然後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然後我也知道在他們的環境下 連吃飯都不容易了 更何況他要接受很完整的教育 但是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想要當醫生 他就說我要幫助更多的人 所以其實 其實我在那個當下 我就覺得 對 我覺得很感動 他哽咽了 你們有看到嗎 其實他講話已經講不出來 就是 就是我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天啊 你在想的時候 我覺得醫生可以幫助很多人這件事 他自己其實都需要幫助 但他現在卻懂得想要未來幫助別人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 就我很難想像他們 他們過這樣的生活 但是他們那個內在的那個能量 到底是什麼 會支持他會有這樣的夢想 對 旱災導致索馬一蘭數百萬動物死亡 到處可見營養不良的孩子 世界展望會日前與林波鴻 一起到當地建立防災韌例 環界氣候衝擊 同時也希望民眾一同響應今年的 雞二三十活動 在後疫情時代 我想過去三年 我們台灣在這個疫情的維持上 相對穩定 可是在全世界興起了波濤海浪 現在全世界面臨 尤其是烏克拉戰爭之後 面臨最大的糧食圍巾 現在幾乎有十分之一的人 是面臨的糧食的短缺 然後在歷史新高的流離失所 因為天災人禍戰亂 有一億人口是逃離家園 這還不包括在國家境內的流離失所人口 這兩個數字已經創造了 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新高 然後我們也都能夠體會到 尤其台灣剛剛才解除漢象 因為氣候變遷 帶來的一些我們生活上的乾旱 這個已經是史上14年來最熱的今年 即將要發生 當然在台灣我想在座的各位 一定都感受到通膨帶來的壓力 因為這些挑戰的原因 不管是氣候變遷 戰火 或是一些突發性的災難 其實讓全世界最脆弱地方的人民 包括家庭跟孩子 他們是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 而所帶來它的影響 最直接的就是一個糧食的短缺 就是孩子沒有辦法受教 以及流離失所 帶來安全上的一個威脅 我想G2 30 我們一直在倡議的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 這個遠方的危機 聽起來在烏克蘭 在東非 它不再是一個故事 而是跟你我都息息相關 即使在戰火的衝突 我們比較不熟悉的 也在這兩年 好像就會在我們的身邊隨時的發生 所以G2 30 不是只有台灣要做的一個就業行動 我們希望全世界 都能看到這些脆弱地方 脆弱家庭與孩子 他們所需要的生存 教育 免於飢餓 免於流離失所 以及他們的安全 又受到保障的一個活動 災難背後總會吸引許多人 默默為受難民眾伸出援受 世界上發生的危機 與每個地球民眾息息相關 林伯鴻也稱這趟旅程為學習之旅 也盼大眾幫助國外受天災 糧荒影響的孩子度過難關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請多人看見 感謝各大企業 請多人看見 請多人看見